好了,他的決定就是,我們繼續衝過貓島, 只要一衝過貓島,就會和小西行長軍隊匯合, 然後我們一起衝出來,誰知你發現去到貓島那裏, 前面的船突然沉活了,知道原因嗎, 原來明軍發明了水雷, 布了一些水雷在那裏,就是你找一個木箱,找一些賊, 搬浮搬沉,就是有些炸藥在那裏,撞到會爆炸, 他一看前面的船爆炸了,翻轉頭, 翻轉頭,首先, 第一步就是想打死李信實, 打死李信實,因為李信實只有五千人, 這個日軍是有兩萬人,在觀音譜那裏, 這個就是襲擊他的李信實,於是就猛攻李信實, 好了, 陳倫的軍隊, 聽見炮聲, 就由寫著中朝聯軍那裏, 走來,是要一兩個小時,幾個小時才來到, 遠遠就來到,李信實在撫戰, 終於在那裏死頂住,以五千人, 頂住了日軍的兩萬人, 等陳倫來到, 陳倫軍隊遠遠來到之後, 這個島津義弘就知道大獲, 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打過路良海, 但是路良海這裏就是鄧子龍守住, 三千兵在這裏守住, 只要打死鄧子龍, 就可以逃走, 於是全軍向路良海那裏衝擊, 鄧子龍就欲血苦戰, 這場仗真是慘烈到不得了, 首先我告訴你第一, 就是日軍, 因為他那裏不是龜甲船, 日軍可以跳上去和他白人交鋒打, 大家血戰, 鄧子龍是陣亡, 鄧子龍陣亡, 但是他的軍隊依然是死死糾纏著日軍, 然後李信臣是中箭, 因為他又追上來意圖夾擊日軍, 到李信臣在中箭又死了, 然後陳倫的軍隊就來到, 於是變成三面夾攻日軍, 而當然陳倫的軍隊就做了一種神秘的武器, 日軍是大經, 他使得出來的, 這個就叫做火龍出水, 火龍出水是什麼呢? 是一支竹筒, 好像我們小時候射的那些衝天戰, 前頭是有炸藥的, 變成一支火箭, 一個竹筒有炸藥, 怎樣呢? 就在水面上衝過去日軍的船, 點日軍的船, 日軍就是未曾見過這些厲害的東西, 這是中國人發明的, 火龍出水, 結果島津義弘是接近全軍復活的, 但當然結果小西行長又走掉了, 趁這個時候混亂就走掉了, 因為他的水軍就集中了去打島津義弘, 但島津義弘因為這場戰役是非常出名的, 而這一場的水師就結束了朝鮮之戰, 朝鮮之戰其實我是非常驚訝的, 我看到朝鮮之戰, 其實明軍最多的時候只有七八萬人, 在打十幾萬日本軍, 而你一般認為日本軍的打仗能力是最高的, 為什麼呢? 他們是戰國時間, 他們天天都打仗, 他們很習慣打仗, 而且這班人全部都號稱名將, 他們又有槍, 但原來這時候明軍是挺能打的, 尤其是第一個統帥李如松, 絕對是擊敗了日軍, 然後第二個麻貴就不幸運, 兩次都打不贏, 其實都調動兵力, 而且那些人上次非常勇敢, 但這個時候大家不要忘記, 是萬曆二十六年, 後來我們回來的時候, 這個楊皓這個逃走了, 這個人竟然帶動軍隊潰散, 他坐了一輪監, 沒事, 把他放出來, 我曾經講過, 他和劉廷, 和李如梅, 李如松已經死了, 剩下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, 這三個人在二十年後, 在薛爾虎之戰出現, 薛爾虎之戰, 楊皓為主帥, 劉廷率領一路, 李如梅率領一路, 是二十年後, 意圖去打努爾哈赤, 結果是全軍覆沒, 這個就叫薛爾虎之役, 這一役之後, 明軍就變成完全落在下風, 我經常都想歷史上, 假如李如松沒有死, 又怎樣呢, 如果有李如松這個將領率領明軍, 我不覺得努爾虎赤, 能夠比那班日本軍, 尤其是明朝的火器這麼厲害, 但當然, 這個第二個因素是什麼呢, 就是明軍, 明朝軍隊在萬曆二十六年, 是距離張居正時代, 整軍息武, 萬曆很勤力處理政事, 都處理到萬曆十五年, 就是十年左右, 再過二十年之後, 那些軍隊是腐敗到, 是可以不打得仗的, 在薛爾虎之役, 是在這幾個人手上, 尤其是一個這麼無能的統帥楊稿, 竟然是再被他率領一個, 關係到國家興亡的戰役, 就是明朝是活該死的, 好, anyway這場戰役就打完了, 我們再講回萬曆的事情, 萬曆這個就是所謂的萬曆三大征, 三次重大的戰役, 尤其是這三場戰役打贏了之後, 萬曆是更加驕傲的, 更加驕傲, 覺得自己不需要上朝都處理得好, 那些政事是不是這樣, 那接下來, 由萬曆, 我都講過, 萬曆有一個勤奮的青年, 忽然變了不理朝政, 由萬曆十五年開始, 陸續去到萬曆十八年之後, 二十一年之後, 他根本就不見任何朝臣, 於是明朝當時, 搞了二十年的事情, 就是爭立儲位, 究竟應該誰繼承萬曆, 誰做萬曆的太子, 這件事, 萬曆和那些朝臣, 是解僱了十幾年的, 我下一節就會詳細講這個問題, 和諸董事務所在台灣下臣, 我們不然是喜歡的, 也會有關運動的, 感谢观看